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3月16日起,美国芝加哥餐厅全面取消汤食,很多餐馆都选择暂停营业,而几家中餐馆却选择继续营业,为战役一线工作人员免费制作并派送5碗工作餐。 近日,行动发起者,美中餐饮业联合会主席胡小军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,在得知一线工作人员就餐存在困难时,他改变了关停餐馆的决定。 自疫情发生以来,美国餐饮业受到严重的打击,一般店的销售额下降了50%到90%。 3月20号居家链实行以后,我们老四川本来也想全部关掉,但是因为我们经营了20多年,有很多常客,同时也有很多警察、消防员、医务工作者、媒体人员是我们的老客人,他们就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把餐馆开住。 这样我们吃饭有地方比较方便。 我觉得餐馆这时候虽然很难,但一线工作者更难,他们是在用生命和健康与病毒的斗争。 基于这种情况,我就提出来,我们把餐馆继续开座,同时来给一线工作人员、外国警察、消防员、媒体工作者和医疗人员免费提供爱心的午晚餐。 胡小军说,从3月20日第一次捐赠开始,爱心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,而餐馆在购买食材、制作配送等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。 对此,餐馆也多方筹谋,保证爱心餐的供应和品质。 有些原材料缺货,而且这些原材料都涨价,很多原材料送货工资也不重,所以我们也必须去超市买。 如果去超市买,成分就会增加10%到20%左右,但即使它贵,我们也会买,如果实在买不到,我们就把它从菜单上替换掉。 运送有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,我们自己人手不够,我们就在外面聘请外送司机。 我们也提出来,希望一线工作人员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预定,这样的话,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。 此外,餐馆还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,通过规范操作过程,加强人员管理等,保障员工工作安全。 胡小军说,尽管困难重重,但他们仍努力坚持。 来自一线工作人员的感谢,也让他们更加感受到这份坚持的意义。 有很多一线人员会给我们写明信片,把照片放在社交媒体上来感谢我们。 有的我们把餐交到他们手上时,他们都会掉眼泪,因为他们没想到在这么困难的时候,我们还坚持为他们服务,而且还捐赠给他们。 他们说这小小一份合伴,但代表了大大的一份爱心,从我和他们的交流里, 我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心中,我们的中餐人也是了不起的,也是很有爱心的。 在胡小军的倡议下,全美中餐业者也纷纷响应,越来越多在当地具有代表性且具备制作运送条件的中餐馆加入进来。 胡小军告诉记者,目前全美参与捐赠的中餐馆已达100家,每天至少有2000份爱心餐送到一线工作人员手中。 我们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,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,我们在美华人能够克服困难,为资源当地抗疫,做一些隶属人籍的事,我们也感到非常欣慰。 每一个中餐馆都是一个餐口,也是桥梁,让我们的民间老百姓看到我们华人、中餐人做的这些努力,这些疫情是一场硬仗,大家一定要手牵手,新联心,一起共克时间,共同抗疫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